这个女儿每发出一次尖叫 指甲就要被拔掉一块 这已经是她被关在笼子里的第六天了 小镇最近出现了许多连环尖杀案 心理学教授老罗 正在给学生分析案件 扑扑了小白突然开门而入 他说现在又一名女性 失踪六天了 按照凶手惯例 第七天的时候 会将她活活勒死 可现在他们 连凶手的毛都没有查出来 时间迫在眉睫 只能过来请老罗出山 刚进办公室 阿强就递过来受害者的照片 主观小帅则递上几行英文 竟是那凶手 主动发的挑战信 时间只剩36小时了 如此嚣张 老罗可不惯着 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凶手上一次的抛尸地点 女孩是被皮带勒死的 指甲也全部被拔掉 而且连作案工具都不销毁 老罗觉得他太傲慢了 应该年纪不大 并且抛尸前 还给尸体穿上了衣服 说明他也可能后悔过 老罗回去 就结合之前的发泄 侧面推断了凶手的特征 第一 凶手年龄大概在25到30岁 第二 严重的暴力倾向 导致他可能有犯罪前科 很有可能与小时候的家庭有关 第三 凶手做事严谨有条 还让福波勒 找到可以留下的物证 这种人很讲究 可能有辆保养不错的车子运尸体 第四 虽然每具尸体都有过被强的痕迹 很明显没有两人做游戏的迹象 由此可以推断出 凶手那能力不足 囚禁女人可以让他找到另一方面的满足感 这类凶手一般非常迷恋作案过程 他们很大程度 会参与调查之中 甚至会作为证人 来打探福波勒掌握的情报 也就是说 在座的各位 有很大的可能审问过他 现在要做的就是排查 夜晚 一个女人找到一户住宅 寻求帮助 在带着男人走进屋子后 立马冲出大批福波勒 女人阿花顺势将他按倒 但男人看到老罗后 竟然嘴角开始上扬 走进男人的屋后 并没有发现被害者的踪迹 而且老罗的推测 只中了一条 那辆保养的很好的车子 这让老罗有点疑惑 等阿花来到地下室 发现几人都呆呆地看着桌面 老罗说 当时毛主席让手下的大将 全部都学这个 小白则看出 这个下棋者 是个极端的侵略者 很符合凶手的人格 但是被害者 被藏哪儿去了呢 老罗偶然在书架上 看到了一本书 竟是自己写的心理学 他做到了嫌疑人生前 那人先是不屑地笑了笑 然后又说自己是他的狂热粉丝 还故意提老罗 做心脏手术的事情 来刺激他 当老罗问他被害人的下落时 男人却很平静地说 那个女孩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心理学大师老罗 瞬间明白了 他告诉小帅 那女孩肯定还活着 因为如果女孩死了 嫌疑犯就会说之前那个女孩 小帅担心他刚刚受了刺激 询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扮演 两种不同的角色 老罗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会心一笑 刚刚那嫌疑人行为 与犯罪行为冲突 所以他又得出一个推测 这起案件是双凶手案 于是小帅找到嫌疑人的奶奶 从他口中得知 嫌疑人有个要好的朋友 现在在监狱里 老罗立马带人来到监狱 但通过预警才知道 那人一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 不过老罗觉得这个预警有点问题 预警说 只要在监狱的白人小个子 都会受到他的保护 重点是那串钥匙 大写的Z字母 不就是失踪女孩 最后上的那辆车的型号吗 原来他竟然更符合第二嫌疑犯的策刑 现在就等他下班了 等到车子从停车场出来后 两人立刻追了上去 但是将车子逼停后 才发现预警竟然和同事换了车 原来那预警也意识到了 情况不对劲 这样打草精神以来 女孩变得更加危险了 在观察监控的阿强和小白 发现笼子有些不对劲 头顶上的灯泡在变换位置 小白瞬间明白了 这个地方不是在陆地 应该是在水面上 两人相视一看 现在唯一的突破点 就在小帅这边了 因为这起案件的同伴 就在审讯室 主管小帅 一进去就对他说 你同伙已经招了 还说把女孩藏在船上 都是你的主意 那男人明显愣了一下 先想王八蛋出卖我 知道自己猜对了的小帅 继续逼问 女孩是被抓到了码头 还是放进了船屋 男人彻底破房了 老罗这边 立刻开车就赶到了这里 可那变态预警 已经提前赶到了 他开锁就要将女孩 转换地点 刚抓起脚往后拽 谁知女孩抬起来 就是一脚 刚跑起来 就一头撞到杆子上 可根本不敢停 女孩拼命跑了出来 刚到外面 就已经腿软了 只能在地上爬行 变态预警很快就追了上来 他一手拽起女孩 要用他当做人质 因为老罗他们 也已经赶到了 两人拿向对驰 阿花躲在暗处 找机会 这个时候 老罗丰富的对驰经验 就展现出来了 他直接摊开双手 让预警挡 因为他知道那人不敢 甚至还疯狂地用言语 进行挑衅 说他那方面不行 所以只能用这种形式 来发泄自己的变态欲望 像他这种人 吃某个都没用 永远只愣不起来 还说出了 他在学生时期的外号杨伟 预警瞬间恼羞承诺 他刚要开枪射击 躲在暗处的阿花 就立马出枪 那凶手这么近也射偏了 果然无愧于他那些称号 好在女孩顺利得救 不久后 老罗来到一个加油站买东西 可刚要结账时 他就发现店员有些古怪 背后贴了许多大头罩 店员也看到老罗腰间的配枪 两人对视了几秒 可就在他刚走出门时 店员突然跟了出来